中华民国传统民俗文化 同学会庆祝妈祖圣诞千秋 邀请中兴国小小天地布袋戏团和和平国小彩虹堂 在观音亭演出 现场还准备来自西班牙人烘焙的咖啡甜点 给前来欣赏的民众品尝 今年荣获传统偶戏类布袋戏国小组 全国特优的中兴国小 带来田都元帅收邀 与北馆音乐演奏 孩子们演出夺冠曲目 祝贺妈祖圣诞 我觉得布袋戏很好玩 很开心可以拿到冠军 学布袋戏是快乐的 但是也有许多要挑战的地方 学校练家里练 你就要无时无刻都要练习 然后比完赛还是要继续复习 不然你会忘记 孩子们克服背台词的困境 还要加以揣摩角色 展现心境语调 一样受到邀请的 还有和苹果小彩虹糖 在这次全国赛中夺得优等佳机 有很多好玩的音乐 然后还有听到别人讲话的时候 就比如说出错就可以改善之类的 其实最想要挑战的地方应该是背台词 最想要挑战的地方是把自己的台词背起来 因为如果背错的话可能整塔戏都毁了 小朋友们为家乡保留传统特色文化 要感谢很多人 华民国传统民俗文化协会 谢志峰理事长还有杨锦华副理事长 长期对于中芯国小布袋戏社团 所有小朋友的关心 希望也让更多的社区民众家长 知道中芯国小对于布袋戏传统的戏剧 有很好的推动 在市长的支持鼓励下 孩子们勇于面对各种挑战 使得传统艺术更加生动有趣 中华民国传统民俗文化协会 在佛祖的同意下 将香油钱全数用在保留传统文化上 原来这个子弟系在我们基隆 算是蛮珍贵的一个在地文化 也是很重要的表演艺术 那我就像观世音佛祖就给他拔杯 佛祖也答应 就把这个香油钱来挹注在这个北馆的发展 副理事长分享从找回中措生开始 北馆音乐让孩子找回回学校的学习力 慢慢的这股正能量开始蔓延 我希望他能够回归校园 所以我去找寻这些中措生会去的地方 然后看他们都会在宫庙练习北馆 那这是四组方面的音乐 也带领他们参加比赛得到成绩 感恩回馈 以传统戏曲演出祝贺妈祖娘娘生日快乐 也看见让学生展现多元能力 落实奠基传统发扬创新的 占星意义精神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记者会现场小朋友们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 基隆市政府首度攜手国际知名的旅游平台 Agoda 将在6月1号正式上架 搭关巴限定由基隆的旅游专区 各地旅客透过订房平台订房 就可以获得观光巴士优惠券 安排至少两天一夜的游城 深度畅游基隆 就如同我刚刚提到的Agoda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旅游平台 那它的非常多的流量 我相信是基隆市未来绝对有机会可以获益的 所以我之前就拜访过Agoda在台北的台湾总公司 然后请益了很多对于台湾跟基隆未来的观光政策的一个发展 那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合作 今天这个只是第一步 但是我们首先先推出来 希望未来要来基隆住宿的旅客朋友 可以透过Agoda相信会得到好的选择 好的折扣 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跟Agoda做更多更好的合作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合作里面 不仅是将市府这边规划的很多活动 我们能够带给国人 带给更多国外的消费旅客 也希望透过Agoda这样的平台 去提供所有的来基隆玩的旅客都有一个良好的住宿体验 希望能够把基隆的美好带给全世界 那我觉得基隆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是基隆 它就是台湾的缩小 这里有海有山 所以这一些的这种自然的资源 反而我觉得是可以吸引很多国外的观光旅客 它来 它不仅仅是看这种既有的建筑 它也能够真的去体会一些这种不同的自然风光 而且在一个城市里面就有有山有海的各种面向 在这个联名合作的记者会当中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强调行人友善的重要性 他认为一个对行人友善的城市 才是旅游观光的重要元素 所以他才会想要打造基隆 成为全台路口最友善的城市 而对于交通部长王国才将推动行人专用实项 市长谢国良也表达支持 我非常支持交通部要来把行人友善这个政策 更落实更减少伤亡 那每一个政策都有一体两面 有一些比较大的路口 我们基隆市也正在研拟 未来跟交通部交通处研究好了后也会推出 就是行人在专用的时间 只有行人能走的一个时段 是不是每个路口都适合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待商榷 但是我们肯定交通部的用心 是希望把行人的环境要打造得更好 这个跟我一上任以来就不断强调的 一定要做好行人友善 要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 我们现在是非常努力在做 而且基隆现在也有不错的成效 反而现在是其他县市要来追赶 基隆目前的一个 我们已经推广的一个绩效 但就如同我讲的地方首长的决心 跟他愿意把这些政策执行到底的企图性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 基隆旅馆工会代表也共同参与了这场记者会 也感谢市府携手知名的旅游平台 让基隆的旅宿观光产业与世界接轨 欢迎各地游客的到来 记者黄日生 他的旅游的主轴议题 那分别是国际事业 观光重启还有顶级旅游 在双程巴士里面 他着重的不是在路线 也不是他行进的风景区 他主要就是在车内的体验 让你再感觉在里面是一个很顶级旅游的享受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现在顶级旅游这一块是民众非常渴望 非常向往的一个新的体验的方式 那在3月7号的时候呢 我们国际的邮轮也复航了 那基隆作为亚太相当重要的一个国际港口 我们非常需要的起早来进行布局还有规划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出新的亮点还有服务 来引领我们基隆市的产业与国际接轨 那因应了国际旅游的一个新发展 这个双程巴士重点是强调在 他在车里面的美食的享受 甚至还有在车上有导览的提到基隆的故事 那我们透过在整个车内的这种美食体验 然后还有透过听故事 我们可以对基隆更深的了解 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服务 更了解基隆 并且愿意更探究基隆 那同时呢这个双程巴士呢 我们这整个课程的限定也是有层次的分野 第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基隆庙口 他会在就是我们台电大楼站这边 会成为我们的第一个站 然后之后呢会到我们大沙湾的历史文化园区 那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正兵渔港的部分 那第四个点就是海科馆 那会在这附近呢都是旅客都是可以自由的上下车 那在车上面呢也会有一些相关的饮食餐饮的部分 而且本身也不受基隆的天气的因素的限制 晴天雨天在晴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基隆非常的美 整个无论是你行经到整个市区有市区的一些景观 就是属于基隆的特色 还有就是像大家常看到的正兵这边的色彩屋 另外就是在雨天的时候也不用怕说 啊雨天没有办法来基隆玩 你也可以有双程巴士可以体验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双程巴士 我们希望郑如同市长在市议会的市政报告里面有提到 观光巴士可以让基隆的旅游更多元 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让议会来支持我们的追加预算 让基隆整个进来看基隆的视野风貌更多元更不一样 基隆市政府方面强调 希望规划符合国际观光发展趋势 引领潮流的双程巴士 来擦亮基隆观光的招牌 让外地游客来基隆留下美好深刻的回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开放全市大约75处骑楼地点可以停放机车 而这项政策也引起市议员质疑 和市长谢国梁大力推行的行人友善政策 是互相冲突和矛盾 因此希望市长能够说明清楚 中山区的安一路这里曾经有发生 有一户他的摩托车因为停在他家的骑楼下面 一天被开了五张白单 这件事情 然后呢这整件事情在整个里内传开以后 就在里长的服务处炸锅 后来被邀请过去交通处 为什么要提这么矛盾的政见 为什么要做这么矛盾的政策 我们基隆市不是每一条马路都跟人一路都跟信一路一样宽 安一路这样的路幅宽度 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到妥事的处理 就会造成我们的车要停到马路上面 摩托车停在马路上面以后 骑楼是进空了 但是马路上的路幅被挤压 被挤压以后 单线双向道的通行 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过 会塞车 因为开放骑楼的这一件停的事情 一旦开了就收不回去了 这一件事情在各县市来讲 现在都发生同样的问题 包含我们刚才提到 台北市长贾望安最近也在做所谓的 骑退2.0的这一件事 但是有多么困难 因为它会导致地方更多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强调说 为什么我们开放骑楼停的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经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 或者甚至有其他配套的一个措施 像我们开放的75个路段当中 有非常多的路段 并不是道路狭窄 而是它路幅够 可是我们外面的地方 我们都没有在思考说 我们没有可以划设停车空间的一些 使用的这个措施 或者是说针对于全市 可能有些路段 汽车停车格使用率低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用复合式的 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就是好可能哪个时段是停汽车 可是某个时段开放之后 我们让机车也可以停 我赞成骑楼要开放 但是不是可以从比较外围的空间 你火车站周边 你反而应该要严格取缔 但在严格取缔的同时 你有没有提供一个 适当的停车空间 给这些机车族 这个是考验着金融市政府的一个智慧 而不是说我现在开放好没地方停车 你骑油都停上去 No 绝对不是这样 好 接着这样的脉络下来 我们昨天看到 市政总报告里面提到了 我们骑油要整平 优先整平的又是火车站周边 你火车站周边 你的骑油整平之后 你是要方便机车上去停吗 还是要让行人更方便通行 让身上者他在这一个骑油出入 他更方便 真正的问题跟需求在于 保障通行跟确实管理 当时在两个月前那时候 对我来说叫仓促开放 开放骑油停车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民众 到明代在抱怨 是因为民众不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停 民众要通行 发现说这边好像可以停车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检举 他被挡到了 所以你看 新竹市没有地定骑油管理知识条例 但他们当时在进行骑油顺平计划的时候 同时出两件事 第一个是利用标线的方式 让进空的范围明确被规划 去让警察同认可以执法 同时也明确教导民众 跟理办公处到区公所 哪些违规的行为 你该注意 然后不能再发生 落实管理 才是骑油真正可以维持通行 跟保障无障碍者通行权利的地方 真的我们基隆地形又不比较特殊 大家都是骑车 骑车足多 然后如果说 每三个人一部车的话 一辆摩托车 差不多基隆市就有十万部的摩托车 在基隆市区这样子游走 你如果说不好好的设置一个停车场 来让这一些机车组能够停放车位的话 那试问 七楼你不开放 让我们停放的话 那我的机车该停哪里 停在马路 停在随便设置 又变成一个路障了 所以市府你现在已经把它规划成说 可以比照外线市来看看 是不是如何的来设置规划 市长谢国良则表示 兼顾法律和现实骑车足停车的情况 已经请警察局研拟出八大样态 骑楼停放机车优先取缔的标准 因为基隆市其实你说 整个骑楼通通都不要停车 全部都停到停车场停车位里面 我想这事情的实际上的可能性或可行性 我觉得还是有待商劝的 所以后来跟警察局这边就具体讨论出来 就是说执法是绝对是这个一把行政 但是它有必要性跟原则性的问题 所以局长你是不是之后我们把我们的好像是九个太阳 那时候有八大太阳的一个原则性 就是说什么东西优先取缔 比如说挡到了出入挡到了这个救生通道并排停车 这种就优先 但如果它就是半夜然后根本没有人 然后就是在家里外面的确有停一把机车 然后检举达人来用手机一扫十几台全部都带走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执法环境 那这一点安一路那个事情我也很关心 第二天下午我就跑去看 所以我们这个八大太阳对安一路来说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些稳定性 就是有必要的我们马上处理 但没有那么急迫性的 我其实也很想跟安一路的民众讲说 那是不是可以把就像刚刚浩安元讲 你把行人道都还给我们你们通通都停到中山一路的收费停车场或公有停车场 但现实上就是安一路的民众不是那么愿意 不是那么愿意我要考量到这些必要性的问题 所以刚刚伟政议员咨询我的跟浩安议员咨询我的 其实这两点方面我其实就是常常在衡量 迫于基隆市特有地形和大量机车组的特性 骑楼被机车挡住不好走 行人会向议员和市长抗议 而机车组没有地方停车 同样也会向议员和市长抱怨 因此这项看似和行人友善互相矛盾的政策 是否如何有效兼顾执行和管理 而议会到底要不要支持 不仅考验着市长谢国良的智慧 其实也考验着议会的智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立法人蔡慎益与立法人参选人张炳君 及市议员陈怡陈君佐共同发放康乃欣 受到婆婆妈妈的热烈欢迎 母亲节前夕 蔡慎益特别选择在人潮众多的信义市场 送上千朵康乃欣 预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蔡慎益也细数在立委任内 推动多项政策 就是为了减轻妈妈们 照料家庭的负担 过去大家都希望 母亲妈妈们能够有更多 不论在家庭或者在工作上 有更好的帮助 所以过去这几年 我们在立法院也通过了子女的生育津贴 从一胎五千两胎六千三胎七天或者是零到二岁国家帮你一起养等等的很多政策 就是希望让所有的父母所有的妈妈们对于这个未来能够感觉到更放心更安心 5月12号这一天同时也是国际护理师节 蔡慎益强调除了推动将护病笔纳入医院评鉴 她也会继续争取在基隆的医疗院所实施住院整合照护示范计划 希望有效减轻这群白衣天使的工作压力 今天的日子很特别 今天除了是母亲节前夕之外 那另外在今天也是国际护理师节 所以慎益这边也特别跟所有的护理师好朋友们 跟他们说真的谢谢辛苦了 那过去这几年来我们推动医护病笔的改变 事实上就是希望打造更好的医疗工作环境 那这个部分我们回去努力 也让我们全国的护理师有一个安心安定的工作环境 除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蔡世英也预告大家期待已久的基隆市信赖台湾之友会 将在母亲节当天正式成立 欢迎四名朋友一起来帮赖清德加油 5月14号我们的信赖台湾之友会 下午在基隆要成立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来为台湾未来的继续坚守台湾价值 未来的台湾继续来努力 母亲节快乐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日出而坐 日落而席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自己人 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我们家人 时间就该留给我们珍惜的人 现在缴纳房屋税非常快速 只要扫描缴缴书上QR Code就能完成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可以自由选择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112年房屋税开增 智慧缴缴纳有够顺呢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 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快来参加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演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 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效率安全 然后呢要跟我们离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在基隆 继续推行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一旁电感严重下沉 用手掌就能深入缝隙 离谱的是下沉电感不止一根 和正常的电感相比 下沉的电感只剩下大概一半 个人高度171公分 现在这个高度应该有200多公分 可是刚刚下去的地方已经到地上了 那刚刚加起来真的是两公尺多 基隆七毒百福社区 5月10号晚间 无预警的停电5个小时 约有100户受到影响 当地居民把矛头指向一旁工地 现在连他们的屋子 地板 墙壁都出现了军裂 这很新的啊 这个是枯的啊 台中现在也是因为工地他们 倒塌嘛 公安以外 对所以其实里民大家每个也都是会害怕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 这大家要注重啦 其实地板都裂开 那梁柱的部分 不管是二楼跟三楼 其实都是有接缝的 那居民其实住起来都人心惶惶 很怕说是不是会有贪陷的可能 而且我们临近五赌国小 那五赌国小上课的时候小朋友那么多 那是不是对他们的安全会有疑虑 下线电杆一旁就紧邻工地 怕影响到周边租物安全 市议员曾宜芳 要求市政府尽快调查因应 疑似是工地施工造成那个电线杆下线的意外 那总共停了五个多小时 那因为这个附近居民都有反应说他们家的梁柱 还有地板都有裂缝 那我想是不是公务单位可以专案调查 看是不是能够立即先请厂商来做停工 那当我们把事情离清清楚再来做复工的动作 谈定是因为台电他是讲说他上面有那个 有两个那个裂缝太重 那地层 电电池 电电箱 电电箱太重 这个土质太软了 这个核酸的土质比较软 然后压下去就全部沿着下去 因为隔壁房子的问题 边说有到现在看过 等我们第二次完成的话会帮他修 该换的换掉该补乔就补乔 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做监测系统 目前是都没有跑掉 今晚工地负责人强调 每周都有持续的监测 也会负起责任 但看到民宅墙壁军裂 没有拿出数据钱 还是会让人担心受怕 记者黄绍鸣介绍报道 全部都是水了 明明外面没有下雨 但家里地面全都积水 所有能吸的毛巾全都派上用场 从客厅 厨房到房间全都积水 让住户苦不堪言 住户拿起小铲子不断的咬水 装满了就拿到外面请到 民众手不敢停 就怕水位高过门槛 淹到整个屋子 仔细看积水水质呈现黄色 全都是污水管线倒灌出来 即使地面没有水了 污垢沉淀还留在磁砖上 放不破砰 没要致上打到外面 整个擠水里垂直到楼上 金融安乐区一处大型社区 10号晚间发生污水管线堵塞 住户回家洗澡煮饭 却发现污水倒灌11户人家 讓家具都泡在水裡 一夜沒有辦法入眠 居民氣憤地下室管線 下午就知道出了問題 晚間發現住家輕微的滲水時 也有通報警衛 但官員會卻堅持要找簽約廠商 而類似的事件 其實都有可能發生在其他社區 很誇張啊 然後呢我們從幾點 好像下班時間6點多 就開始一直跟警衛反應了 但是警衛就是說 主委就是說很明確的表示說 明天處理 總幹事也說明天處理 但其實那時候下班時間的時候 六點多五六點 那時候應該還找得到其他的水點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 我們整晚可能都沒辦法 所以因為水位就是一直 因為很多社區都是在建造的時候 並沒有所謂的污水管 是後來政府推廣之後 他再去加裝這個污水管 所以這個污水管的設計上 都是後來在加建的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特別去規範 或是去輔導他們去 做這個污水管的清除的話 我想大家都會忽略到的 這個污水管其實用久了 裡面藏污納垢 卡了油污 卡了一些髒污 可能也會像昨天發生這種狀況 就是把它給塞住了 結果污水糞水就這樣滿出來了 一樓的住戶家裡都是糞水 所以我今天也在議會做了一個提案 希望說我們以後的都發處 我們對社區的管委會的輔導裡面 對這些管理裡面 應該要再增列一項 我們通常都是很注重消防 這方面的安檢 但是對於污水管 該不該定期的去做維護 做出污 以免類似事件發生 經過一夜泡水 住戶損失慘重 不知道該找誰賠償 住戶氣氛又無奈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當時我們想要談談 今天我們要談談 的話 我們要談談 一分之一 可是我們要談談 可疑 並不這樣 跟我們要談談 就是我們要談談 你一定會 在選擇 有很多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